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是根桥 但是我们说 根桥是不是靠我是优先级啊 那我们说 耐克地址我们不能改 对吧 或者说改起来很麻烦 但优先级能改吗 能吗 那我们可以干嘛 来 如果我要去改的话 我只要干嘛 在他上海咨询的那边是 spyv1 诶 我们说了 他的麦克地址 其实是绑绑在v1上 然后加这个优先级的号 只要选择默认了 37000 3768 是不是就可以啊 那我们好试一下 刚刚是哪个交参机来的 先换 先换 我们刚刚是 CV2是根桥 这个不是 是吧 那我现在想把spyv1变成很巧 那我只要干嘛 然后 1 我们只要 把它 这里执行 v1 然后 优先级 它时间的范围是这样一些 OK 那我们改成 那我就改成4.96 好吧 它就简直 好了 改完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对吧 他们的时候就开始再重新学 看到了 两个时候都再重新学 我们说 这个模拟器啊 虽然模拟 inp 或者以上的试验 ide的试验做不了 但是 对NA来讲 这些东西非常好 原理我们用真实的交参机 其实要好多 你看 你就能看到了 这个断口子就断掉了 然后开始再重新来 再分配再继续算 然后 开始了 好了 算了吧 都不用去再执行什么 这个 好了 它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变成了 乳腾 所以持积式就变成乳腾 能看到啊 好了 虽然这个优先级 它自己是不是还上面加了个数 所以变成了虽然子气吧 而且这个也一样 我们在这里 默认的是 32768 是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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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好了 接下来第二步是选举根端口 注意啊 选举算是 所有的非根交换机当中选举的交换 什么意思 这是非根交换机 这是非根交换机 在这个交换机上的端口当中选一个口 更多 能听到我都说什么 那啥意思 我根本是非要强调使得交换机上去 假设我只好如果再连了一个 有可能吧 那现在这个交换机是不是就有三个口 不是 一二三个口 是吧 这个不算 没有连弹交换机的都不算 那连弹三个口 这三个口当中是不是要选一个根端口 或者是 啊 选举 那么它是在交换机上去选 你进去 为什么要强调 我们后面是不是说 选完了根端口 看 是不是还要选指定的吗 啊 啊 指定端口是什么 它是在网团上选 这边网线上是不是有两个口 在这两个口 你才选这个 哎 根端口是在什么 交换机上的口去选 你看清楚了啊 啊 所以我说这网上还是挺恶心的 得了 大概听听就行 它是不是直接交换机司科的时候 会激动成长 啊 那个啊 非制度的交换机是不是 你想配的时候也没有 它是不是根本不需要你来配 你只要知道它会激动的 这个网络风暴给平定调 不是 这个网络是平定调 不是 交换机换好 给平定调 然后是不是才可以生效 听到吧 好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选根端口 那么 小心 所有的非根交换机当中呢 选择根端口 然后呢 它的选择依据 第一 根路径成本 那你就说 某一个端口到达根桥 所有的路径成本之和 如果小的 做得更加好 什么意思 看 路径成本 它其实是按带宽来算好 带宽越大 这个路径成本就 越小 那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 带宽越高 优先机司机会越高 有关系说什么 那好 我们取个例子 我画了这样一个图 我假设 这个交换机 是如此 假设吧 它被门并视 OK 那好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根桥 先选出来了 谁是根桥孔呢 首先说 我要选几个根桥孔 我要选几个根桥孔 所有的复根交换机都是选择的 那就是说 我当前是有四个交换机 那一个是根桥孔 剩下这三个呢 非根桥孔 咱们有个交换机上的吗 选一个 那好 每个交换机 是不是现在都有两个好 那现在怎么选 首先是不是要看根桥孔成本 那好 对这个交换机来讲 这个接口轮 跟桥孔成本是多少 啊 接口轮这个 跟桥孔成本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这一个百兆 它是不是直接来过来了 那对它来讲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百兆 啊 那对这个口来讲 它的路径成本是 各位 你小心啊 它不可能跨过交换机 来计算路径成本 而只能干嘛 它的路径成本是 一个百兆 两个百兆 三个百兆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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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计算跟成本 路径成本的时候 是不能跨过这个交换设备的 这是不允许的 OK 那好 那现在明显可以看到 这个接口的路径成本是低 所以它是什么 跟接口吗 那这个接口的路径成本是低 它也是跟接口 那这个现在是不是就不用选 啊 交换机是不是一个交换机里面 是不是找一个就行了 那现在的问题是哪里 这个交换机 它的跟路径成本是一致的 啊 这个口是不是从这边过来 是不是两个百兆 这个口呢 是不是也是两个百兆 那 那光靠第一个原则 是不是叫 选不出来啊 嗯 那接下来选什么 嗯 它的直连往桥的 ID号最小 小心啊 它选的不是说 看 这两个口 是不是都连在这几个交换机啊 嗯 你要是选择的是 所在交换机上的这个桥ID 那是不是就选不下来了 它选的不是它所在的 而是什么 跟它连接的这台交换机呢 谁的往桥ID小 谁的这个成本就是 谁就作为跟当了 能不能啊 那好 为了做这个实验 我详实是不是写了两个端口号 两个优先集 啊 那这个优先集 是不是就小 那它的是不是 乔ID是不是就小 啊 那它 那这位口是不是就会变成什么 跟着口 看到了 第二个 选择的依据 是不是直连到 乔ID的 这个往桥ID号 明白 那如果这两个ID号是一样的 如果 没有 我从来没有改过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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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优先集 但是不会一样 优先集就算是一样 外的地址是不是也不一样 是不是也应该能选出来 但是万一说选不出来 它还可以干嘛 它还可以判断端口ID 端口ID 端口ID指的是 端口的优先集 加端口编号 各位 端口的优先集 是有范围的 人道路 这不是刚刚的那个 往桥有限集 每个端口有限集 每个端口的优先集 默议是多少 对吧 是吧 端口编号是啥 哎 我们的端口上 是不是都是有F 啊 人道1 是不是发起的口 是第一个口 F 人道2 那我问你 在一个交换机上 它就可能有两个重叠标口 这不可能吧 它是不是通过端口号是 一定可以选出来的 能听到我那说是吗 好了 那现在 每一个交换机上的 两个口 或者多个口 是不是选出来的一个 跟端口 啊 接下来还要选上 真的要 当指定端口 选完之后 顺利的接口数 就会结断 它是不是就不用了 啊 那注意了 在指定端口 选的时候是 每个网络当中选 我刚刚说说过 跟端口是啥 每个交换机上来的时候选 那指定端口是什么 哪个网络当中选哪 那好 回来 我们现在看啊 有几个网络 注意啊 这个网络 可不是我们所说的 IP地址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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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22的168.1和192的168.2 不是一个网络 那边是IP协议的 其实这一把 在英文上来是有区分的 咱们在IP网络和这一把网络是有 但是中文翻过来都叫网络 所以容易搞瘀 要不然你可以理解为什么 两个交换机之间的这一根线 就是一段 有办法我说的吗 那你说 每个交换机的连接的 这个中间的线段 是不是就是这个 应该叫线段 每一个线段上选你 能听到吗 啊 能听到吗 好 那好 现在来看啊 这是 跟路由 不是 跟交换 这是 交换机上是吧 每个接口时候选的一个 更多好 现在是不是还剩四个网络 四个网络当中 是不是还有 一二三四五 五个口是还没选出来 五个口还没选出来 啊 是不是还有五个口还没选 那首先 是不是在每个网络当中选 选 选什么呢 第一个 就是跟路由 那就是说 跟路由成本 那就是说 月子一生就作为 玩玩玩玩 这个直径的口 那我现在问你啊 来看 我现在是不是说了 这两个口 加这个口 这两个口 是都要选 啊 那现在我问你 这两个口是什么 是直连在跟交换上的吗 所以 它的路线成本是零 没有任何线路通过 直接是连接的这个装机啊 能通过这个事吗 所以啊 任何跟 跟交换机连接的所有的装口 直接就是直连在这个装口 也就是说 连接在跟交换上的口 绝不可能是无用的口 连接在跟交换的所有的口 都是有用的 明白你说什么 因为这是跟交换 明白 所以默认这两个交换 是不是就选出来了 是不是选出来了 好了 下一张还顺其也好 一个吧 两个吧 三个吧 各类 它是在每个网段上去训 那么现在的 这个网段 这个选了吗 这个是不是已经选出来了 跟段口 那它现在是不是就剩下一个口 那每个网段是不是都要有一个指定口 所以它不用选了 它直接就是什么 指定口 它是不是就剩下一个口 没错了 那现在要选的是谁 是不是这个网段了 那好 判断什么 对吧 对吧 对吧